到了秋天,肌膚總是乾巴巴嗎? 別擔心,讓安傑來拯救你 大家好,我是H.安子傑 歡迎您收看我的頻道 那今天呢,一樣的 我們要請你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通知的小鈴鐺 那之前有分享過我自己的保養 五大撇步 就是第一個,要做好清潔 第二個要補水 第三個要鎖水 第四個要防曬 第五個,就是要做好修護,對不對? 那今天呢,我們就要來講講 在清潔跟補水之後 我們的防水... 鎖水的功能 好,那鎖水的功能呢 要為各位介紹兩支 開架商品 是我自己非常愛用 然後我回購率非常之高 我的櫃子裡面還有好多瓶的存貨 這個成分呢,大家應該不陌生 叫做絞砂碗 它其實是一種油脂的東西 那對於肌膚的鎖水 還有包含你的...像是到了秋冬的時候 手會均裂脫皮 這個手肘的地方 都非常非常的好用喔 首先先來介紹一個比較清爽型的 這個是尼靜斯他們家出的 腳砂碗的 然後它會附這樣子的一個吸管 好,不是喝飲料的吸管 來,我放一點點在我的手上面 這個我個人覺得夏天來用也都很適合 因為它比較沒有那麼油 比較清爽一點點 然後這個你看喔,一點點而已 但是它的延展性非常的好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那個光澤 我才低那麼一點點 你看我的手 欸,我整隻手都可以塗了耶 然後塗起來就是 輕輕的這樣塗過之後 拍一拍,讓它吸收 你的肌膚摸起來就會像絲一樣的柔滑 好,你看一下喔 這邊是有圖的 這一邊是沒有圖的 是不是明顯那個光澤度就差很多 對不對 好,介紹的第一個是尼靜斯的 腳砂碗的精華 接下來介紹這個 是我個人非常喜歡 來自日本 但是在台灣開價品牌就可以買得到 杜美的腳砂碗 那它這個腳砂碗呢 我自己我覺得非常方便 因為它就這樣一個小玻璃瓶 那就算我要去旅行的時候 我也會帶 然後呢 其實通常我會把它滴在我的手掌心 我們今天一樣,滴一小滴 來看一下 一小滴對不對 好 現在我要把它擦在我的另外一隻手上面 你看 那個光澤感有沒有 因為油的分子呢 因為油的分子呢 比水要大 所以你臉上毛細孔裡面有水分的時候 你就要用這種腳砂碗 這種油脂的東西 把它覆蓋上去 那就可以把水鎖在你的肌膚裡面 不至於會讓水分流失掉 你看這樣擦完 兩隻手 非常的滑溜光滑 對不對 我跟你講 45歲以後 你還想保有30歲的年輕肌膚 保養千萬不能偷懶喔 記得想知道更多安傑的保養小撇步 要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通知小鈴鐺 不知道怎麼找的人 上youtube去搜尋 安子傑狂想曲 上面就會有很多相關的訊息囉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